針對自己任內的金華城案 柯文哲表面說得雲淡風輕 但隨著連結大動作搜索 金華城案這把火超高容積率 變更爭議恐怕燒向柯文哲 議員直指前副市長彭震生 已經證實金華城案是柯文哲交辦 轉用多更條例也是柯文哲蓋章決心 尤其看看北市其他商城獲得容積率情況 就可以看出柯文哲有多偏袒維京集團 文華東方捐公園用地 提供社區集會中心 獲得百分之四百四十五容積率 就連臺北101取得百分之七百五十二的容積獎勵 也是協助建設捷運站及行人天橋 廣場並更改設計六次才得到最終方案 對比金華城拿向天價百分之八百四十 史上最高容積獎勵 卻就提供停車格和任養公園 似乎不合理 在柯文哲任內八年 容積三階段漲胖 第二階段是從 從五百六漲胖到六七二 然後再從六七二漲胖到八百四 因為五百六漲胖到六七二 他走的路叫做發明自創容積獎勵 不過衛京集團也發聲明喊冤 事件爭議三十多年 主因在法令竊缺地方政府修法速度 跟不上社會環境變化 企業成為政治人物 狹願報復的犧牲品 強調捐出大量土地 捐款興建公園和公益設施 不認容積獎勵科士服有毒後進化成 三立新聞 林博函 翠道明台北報導